以前一個整城市主機,一個看真點 一間播包青天,另一間就播,同一個時間播 這些擺明是打,但現在兩個台是streamline 有一個做一個年齡層,有一個做另一個年齡層 反而直接競爭面就會細了 大台擺明弱了,但也不是很弱 距離倒閉的日子都多遠 如果你想看,繼續評論這個世界 分析這個大局,就訂經濟一周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下載這個手機 他們事實上的確是由兩個裙的客戶 即是你不見到他們真正在打一些所謂電視節目戰 譬如以前一樣,一個整城市主機,一個看真點 這些擺明是打的 一間播包青天,另一間就播,同一個時間播 這些擺明是打的 但現在你不見到兩個台做這些事 他們其實做的事是不同的 當不同的時候,其實是把口說的 實際上都是兩個市場 電視台也好,或者所有傳媒的報紙、雜誌 其實你賣到的範圍都是有限的 你可以賣全球,例如《Financial Times》那些 我這樣說,《Financial Times》 在香港也不是很多人看的 你可以做到這樣廣闊的面子 你的滲透不會很深入 如果你說,譬如好像現在香港的電視台 你做到這麼深入,這麼penetrate 去到每間會會的話 你不可能那個闊度太闊 你那個闊度不太闊 其實現在慢慢見到兩個台 就是streamline 即是有一個做一個年齡層 有一個做另一個年齡層 反而那個直接競爭面就會細了 這個是一個有默契的共存模式 大家找到自己的市場 都可以捱一段時間 未必的 他有共產黨後台,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總有一批慣性收視 那批慣性收視都可以延續很多年 譬如你現在那些老的報紙 你講成報一樣一樣在賣 就是東方一樣在賣 那麼多年都在 雖然可能打開你未必說很想看 但是他一直是這樣做 他一直賣到 其實不見得會說真的這麼容易倒閉 還有你現在不是那時亞視 亞視是弱的 那你現在那個大台擺明 都弱了 但是都不是很弱 都還是強那個 所以這樣看的話 距離倒閉的日子都幾遠 所謂大灣區 其實就是廣州 廣州都有很多電視台 你如果在香港 做不做得進去 這個是一個問題 電視這件事要適應當地的文化 香港和廣州的文化 其實都有些距離 我幾相信 如果你說廣州看的那些節目 你要搬到香港的話 未必有人看 反過來一樣 以前就說 他們沒有看過電視 很奇怪 要翻牆看香港TVB 但是現在這個年代 他有他的 你有你的TVB 都做到好像他那樣了 他是不是一定要看你呢 老實說 你看回現在做年輕人的這個台 他那些節目的片是買回來的 因為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很難再打進去另一處 你的片買回來 人家的片 不用讓你賣完再播去別處 人家是直接買得了 即是說不通 至於另一個露台 即他那些這樣的東西 現在你說去大灣區 所以有幾多人看 我都有點懷疑 所以其實 擴展市場說不上 他們都知道這個市場 是一直在縮水 即是所謂大的市場 其實你不用走到很遠 如果你走到廣州 都已經發覺分別這麼大 你再走遠一點 譬如去上海北京或台灣 他播放的那些東西 你會不會坐定定在那裡看 你很有興趣 即是這個你可以問問自己 你會發覺都是有些出入 字幕提供 想緊貼更多理財 投資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以及按下小鐘 所以你會這樣講 你會這樣對 jumper 就不會再說 一些人來購課 等到你 讓你去做 其身分 就是 在立刻 一定令你 起海邊 有四川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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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